哈囉 陳夢露 今天要分享給你們的就是 這一大盒 裡面是一些我之前從Jumaki上面買的 然後有一些是從實體店舖買的 有一些是跟廠商合作收到的產品 那全部都是韓系的美妝 我就想說把它們全部整理在一起 然後跟你們分享一個我近期的韓系美妝戰利品的單元 那因為東西真的有點多 我今天可能沒有辦法每一樣都很仔細的試用給你們看 但主要像是一些底妝還是一些唇彩 我之前在上妝的時候 我也先把它們上妝之後的妝感記錄下來 我一樣會在今天的影片分享給你們 那其他的就是我會盡量分享一些心得 不過說我們就直接從底妝開始分享好了 那第一瓶就是這罐VTL的貝殼提亮妝前乳 其實我自己本身是比較沒有使用什麼提亮妝前乳的習慣 但是因為這瓶之前討論度很高嘛 所以我就有點好奇它的妝感到底是怎麼樣 那我之前有買過那個HELA的光浴霜 HELA的光浴霜也是有提亮膚色的效果 那我就使用完之後我就稍微比較一下這兩罐有什麼不一樣 HELA的光浴霜擠出來是那種蜜桃色的質地 所以它會有稍微修飾膚色的作用 除了提亮以外 它也會稍微有點潤色的感覺 所以如果說你的膚況比較沒什麼大問題的話 我覺得直接擦那個HELA光浴霜 它又可以達到提亮跟修飾的效果 VTL這罐妝前乳它只有提亮膚色的效果 它沒有修飾膚色的效果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說使用完這瓶妝前乳 要再搭配其他底妝 那樣子的妝感會比較完整一點點 那這瓶貝殼提亮妝前乳它的質地是這樣子 它是這種白色的質地 那你推開來之後它其實是不太會有任何的顏色 它就是會讓你的皮膚表層有點 變得白白亮亮亮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在上粉底前先用這罐貝殼提亮妝前乳 幫你的臉做打理 你的皮膚表層就會呈現一種像貝殼一樣的光澤 我覺得它那個光是還蠻漂亮的 雖然說它的光澤不到非常非常的細 不過我覺得如果你之後再上幾大粉底的話 它那個珍珠光澤就不會那麼明顯 所以這瓶妝前乳我自己使用完 我覺得它對我來講比較像是妝前保濕的東西 而不是真的用來打亮的東西 所以說如果你想要畫那種光澤很強的底妝 你使用完這個之後你再上粉底 那最後我還是會建議你可以再加強使用一些提亮粉底 我覺得這樣子光澤會更明顯 那如果說你想要單靠這瓶貝殼提亮就有很好的底妝光澤 我覺得它的效果好像沒有那麼強 就它還是會被你的粉底給蓋掉 那這個就是第一款VDO的貝殼提亮妝前乳 這瓶粉底液我之前在網路查資料的時候 網路上有人把它翻譯為什麼 完美水感粉底液 然後也有人把它翻譯成真顏水感粉底液 反正它有不一樣的名字 那我自己使用完之後 我覺得它很適合真顏水感粉底液 就是真正的真容顏的臉 因為我覺得它這一瓶的妝感就是 它沒有特殊的光澤 它沒有水光 然後它也不是那種保濕的光澤 它也不是絲絨霧面光澤 它呈現出來的妝感 就像你皮膚本身的質感一樣 它不會有特殊的妝感 所以它使用其他的妝感是非常非常自然 很像你天生的膚質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瓶粉底液會很適合喜歡自然妝感的朋友 這瓶粉底液我用的色號是V02 它這瓶粉底液有分三種開頭色號 一個是A一個是M一個是B 那V是比較適合肌膚偏黃調的人 所以我是選用V 那這瓶粉底液我之前用完 我覺得它的質地還滿濕潤的 我推給你們看 它的質地是很水潤的那種質地 所以我覺得這種質地的粉底液很適合搭配密度很紮實的粉底刷 所以它推起來可以很均勻 而且很輕薄那種妝感 所以它的遮瑕度我覺得 中間它沒有到非常亮的遮 所以你的眼上如果有比較在意的瑕疵 像是黑眼圈還是比較深色的斑點還是痘疤 我還是會建議使用完這瓶粉底液之後 你再搭配遮瑕膏 它的妝感會有比較好的遮瑕效果 因為它的質地比較輕薄一點 所以我覺得它遮瑕度真的就是中間而已 它沒有到非常亮的遮瑕 但是它很適合喜歡沒有特殊光澤妝感的朋友們使用 那關於這瓶粉底液的持妝力 我覺得如果是顏色的話 如果你是大概在早上10點9點那邊上妝 你大概到下午5、6點 它粉底液的顏色會稍微暗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那個暗的效果不會很明顯 所以是暗沉這一點我覺得還好 那如果是關於控油還是保濕這一點 我覺得這瓶它對我來講 因為我是乾肌 我覺得它沒有到特別的保濕 然後控油的話 因為我的這邊會稍微出油 我覺得它好像也沒有什麼太明顯的控油效果 反正這瓶粉底液我自己使用完 我覺得它是一瓶表現很中庸的粉底液 就是它不會有給我特別的保濕感 還是有特別的遮瑕感 還是有特別的控油效果 我覺得都還好 但是它的妝感很自然 然後它的質地也很輕薄 就你上完妝之後 你不會覺得你的臉上有很重的那種底妝感 就很適合喜歡自然妝感的朋友 但如果說你的臉上有比較明顯的瑕疵 我還是會建議你們搭配遮瑕 然後再使用這瓶粉底 會有比較好的完整的底妝效果 這款氣墊粉底液它有分黑核和白核 我那時候我先上午查說看差別在哪裡 那黑核它好像是有提供比較好的控油和實妝效果 所以會比較適合混合肌或是出油肌的朋友使用 那關於白核它提供是一個比較透亮比較保濕的妝感 所以會比較適合跟我一樣是乾性肌膚的朋友 或是你的皮膚是中性沒有什麼太明顯的出油問題 都會比較適合使用白核 那這款氣墊粉底液啊 我正經常說它到底在紅什麼 那我用完之後我才知道它為什麼會那麼受歡迎 先撇除它拍完之後那個光澤真的漂亮的美話說 它的光是那種很透很亮的光澤 但是不會讓你的臉很像油光那種感覺 它是那種很像你皮膚本身散發出來很飽滿的光澤 它的光真的很漂亮 但是我覺得這種CC氣墊粉餅啊 它的遮瑕度可能就不及一般的氣墊粉餅 或是粉底液來的那麼的好 所以我會建議你們在選擇這款CC氣墊粉餅的時候 不要對它的遮瑕度有太大的期望會比較好一點點 我覺得這塊CC氣墊粉餅它拍完之後 它就是可以讓你的膚色感覺是很透很亮那種感覺 但是它又不會有太明顯的遮瑕效果 所以我覺得它比較適合在你的膚況沒有什麼太明顯的瑕疵 或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使用 它可以提供給你的膚色一個很自然透潤的一個修飾效果 但如果說你的臉上有比較不在意的瑕疵 像是黑眼圈還是比較深色的斑眼或是痘巴 這塊氣墊粉餅可能就沒有辦法有那麼好的遮瑕效果 那如果說你很喜歡這塊氣墊粉餅 但是你又很在意你自己臉上的瑕疵要怎麼辦 我覺得你可以先針對那些瑕疵過色想 然後你再來拍這塊氣墊粉餅 我覺得這樣子整個底妝就會有比較好的遮瑕效果 好那這就是第三款氣墊粉餅 我的習慣是最喜歡的我會擺在最後年 那今年分享那麼多底妝 我最喜歡的就是JPIN S4的粉底液 那JPIN粉底液我幾乎是從去年就開始看 然後一直看到今年我才決定入手 因為我覺得它網路上的文章分享資料好像沒有到非常多 再來就是它的色號選擇真的太多了 它有十幾種還是二十幾種色號可以選 所以光是色號選擇我就卡了三四天左右我才選好 那先撇除前面這些過程 JPIN粉底液它好像是有入選韓國一個雜誌的評鑑優選 就有點類似台灣的FG評選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的評價應該是真的不錯 那我買完之後我真的是覺得還好我有買它 它的妝感我真的超級超級喜歡 其實我今天就是用它來化妝 我拉近了一看 你們先看它的光澤 我今天沒有用任何粉筆跟打亮做定妝 就現在臉上的光澤完全就是JPIN粉底液的光澤 先撇除它的光澤很美之外 它的遮瑕度我覺得也還不錯 如果是跟剛剛那一瓶VDO的粉底液比 我覺得JPIN的遮瑕度比較好 我今天也沒有做任何遮瑕 就直接都是JPIN粉底液的妝感 你看對於黑眼圈的修飾 還有一些對於斑點的修飾 我覺得它遮瑕度算是中上的程度 所以它不管是光澤還是遮瑕度 我都還蠻喜歡的 除了妝感以外它的持妝度我也很滿意 不管是對於顏色還是對於光澤 它都可以長時間維持在一個很漂亮的狀態 我今天一天外出工作我就使用這塊粉底出門 那我到了晚上大概五六個小時之後 我有稍微再記錄一下底妝的狀態 它的光澤還是很漂亮 它不會因為時間長 它那種亮亮的光澤就不見了 然後像出油的部位 我的鼻子會稍微出油 我覺得它還是會出油 但是它不會因此就讓底妝溶解 然後讓你的鼻頭變得白白的一塊一塊那種感覺 那在比較乾燥的區塊 像是我的下巴這兩側 我覺得時間稍微長一點點 它的那種保濕度 可能沒有像剛上妝的時候那麼好 但我覺得它也不會因此就乾燥到浮粉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的持妝效果 我自己使用起來是還蠻開心的 反正這名底妝的妝感我真的很喜歡 就最近只要用它上妝的那幾天晚上 我都會很捨不得卸妝 我從來沒有捨不得卸妝過 因為我是個很懶的人 我到家就想要趕快把妝卸掉 然後趕快休息 但是只要用它上妝的那幾天晚上 我都會照鏡子 然後想說天啊 這個底妝光澤乳會那麼漂亮 我把它洗掉真的好嗎 我知道這種心情很浮誇 可是我就覺得 我還蠻開心 就是我遇到一點很適合自己的底妝 那分享完底妝 接下來先來分享一些工具類的東西 首先是這兩個 這個是XBO的粉底刷 然後這個是隨著粉底刷附贈的小洗衣板 不對 這是洗刷具的板子 這個板子我覺得質感還不錯 雖然說我還沒有用過 但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你看 它質感還蠻好的 它是那種橡膠的感覺 然後是有彈性 你就可以這樣子勾著 然後把你的刷具放在上面 然後你就請一點那個大創的粉 呼氣的底衣在上面 最後把那個刷具洗乾淨 所以我覺得送的這個還蠻實用的 那刷具的話呢 他們家的刷具還蠻多的 然後我覺得 單價不算便宜 就是如果比其他的品牌 我覺得它單價稍微高一點 因為我覺得XBO這個牌子 在韓國有點類似MAC那種形象 所以它是比較專業的 那我覺得它的刷具選擇有很多種 這次就選擇其中一個 因為我之前也沒有買過他們家的刷具 那就想說先試水位 那我買的是這個 胖胖的這個粉底刷 它的刷毛算是還蠻紮實的 你看它的刷毛很密 那我其實已經使用過三四次了 它裡面也不太會吸粉底 你們看到嗎 這個白白是因為我今天上妝我也用它 所以它還是有點髒髒粉 但是我用了三四次 它上面都沒有卡什麼粉底 所以我覺得它不太會吸粉底 那我覺得它的觸感也蠻好的 你看它是這種消光的質感 所以我覺得它整體而言 它的刷具算是蠻有質感的 那它的刷毛我覺得算是還蠻柔軟的 而且很密 所以它可以很均勻的把粉底給戴開 但是我覺得用這支刷完粉底之後 還是會稍微有點刷痕 所以我還是會再用海鹽稍微把那個刷子給壓掉 那我覺得這支它還蠻貼心 就是它又給這個 這個就是這樣 你可以把它的刷毛收在裡面 然後你就放在你的化妝包裡面 你就不用擔心說它上面的可能 一些粉底還是什麼其他的殘妝 會去沾到你的化妝包 所以我覺得它們這個算是還蠻貼心的 那這支粉底刷我記得好像六七百塊坦幣吧 我覺得不算太貴 如果以它的質感跟它刷起來的效果 我覺得這樣子的價錢算是還蠻合理的 那這支眼影刷是我之前在In Experiment 是無意間發現 因為它們有一區是那個刷具適用區 你可以去摸看看它那個刷毛觸感 那我那時候一試用我就覺得這個毛真的是 有點戀愛的感覺 它毛真的還蠻柔軟的 就我覺得以這樣子的價位來說 這樣子的刷毛觸感算是還不錯 它甚至比我之前版那個3C一組的桃紅刷具圖 我覺得觸感來的柔軟 所以你用來大面積的暈染眼皮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眼皮有那種刺刺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的觸感算是還不錯 那我買這支它是屬於比較中型的眼影刷 就用來打底色還是用來把那個邊界暈染開來 我覺得都還蠻好的 再來這個是Edge House的修眉刀 我覺得它造型很可愛 它是長亮的 它是紅鶴造型的修眉刀 我覺得非常亮很可愛 然後它的眼睛是愛心喔 有看到嗎 你看它戀愛了 然後它除了這支粉紅色的以外 它還有另外一支是 好像是綠色的身體還是綠色的 我忘記了 那這個修眉刀我覺得它不算太可 而且造型又蠻可愛的 所以我就把它買回來了 好啊 再來分享眼影就是這兩款 它是Edge House的眼影 這個是布達佩斯系列 然後這個是塑塑星宇系列 那這兩款都是紅色系的霧面眼影 沒有光澤的 那我先跟你們分享布達佩斯這一塊好了 它的色號是RD304 那它刷起來是有點類似 乾燥粉紅玫瑰的顏色 那它也是沒有光澤的嘛 所以我覺得還蠻適合運用在秋冬妝容 你可以把它當作眼影的打底色使用 而且它的顯色度也蠻高的 深色這一塊它是塑塑星宇的RD302 給你們看它的顏色 下看之下有點像咖啡色對不對 但它實際刷開來是很漂亮的酒紅色 那這一款一樣是沒有光澤的霧面眼影 我覺得它的顏色很適合用來 暈染出眼尾的那種漸層感 它的顏色也很漂亮 而且這兩款顯色度都很高 我今天的眼妝其實就是利用這兩塊眼影畫的 我拉近給你們看 我的上眼皮和下面的臥蠶 都是利用這塊布達配色的眼影下去做暈染的 它的顯色度真的蠻好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顏色 雖然說它是粉色系 可是它畫起來不會讓眼睛有點泡泡的感覺 那上下眼尾比較深的顏色 就是利用這塊RD302上去做暈染的 這塊的顯色度也很好 我覺得它很適合用來當作眼線色 那眼影的部分就是這兩款眼影啦 這塊腮紅的顏色其實我找蠻久 因為我有粉紅色腮紅 也有橘紅色腮紅 也有蜜桃色腮紅 但是我沒有一塊腮紅的顏色 是像這種深的肉色腮紅 就它沒有特殊的橘紅感還是粉紅感 那這塊腮紅啊 它有微微的光澤 但不是很明顯 因為我現在臉上沒有刷腮紅 我就直接刷色給你們看好了 我直接把它刷在顴骨下方 看到這個顏色嗎 就我覺得這種肉色腮紅它很適合搭配一些 特殊色的眼妝 像我今天眼妝畫了一個比較久紅感的眼妝 然後你搭配這種顏色腮紅 你也不會覺得就是你知道 全部的妝容都很搶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種腮紅顏色算是還蠻百搭的 然後這塊腮紅的顯色度我覺得算 中間就還可以 如果你想要看起來很紅很紅的話 你就多刷幾次吧 但我覺得它刷淡淡的就有那種很自然的紅潤感 所以我覺得這塊腮紅算是還蠻自然的 而且蠻百搭的腮紅 這顏色真的很美 然後它的光澤也不會很明顯 它光澤算是還蠻細的 我現在這塊光澤是那個粉底的光澤 所以這樣看可能不太準 但是這塊腮紅它的確是有微微的光澤 但不會很明顯 嗯? 那唇彩的話 首先就是這款A2House的甜心染唇彩 那色號就是RD303 我之前有說過我很喜歡RD302嘛 那RD302跟RD303的差別就在於 如果是淺色這一頭的話 RD302是比較可愛的蜜桃橘色 那303是比較成熟的玫瑰裸粉色 那深色這一頭的話 302是正紅色 303是比較深的紅豆色 所以搭配起來的話 302會比較可愛一點 然後303會比較成熟一點點 但是這個系列的配色其實我都蠻喜歡的 然後它的妝感也是比較霧面一點的妝感 深淺色搭配起來的漸層也都非常的好看 實色度的話我覺得可能就算中間而已 就喝個東西大概兩次就需要再補妝 那個顏色才會比較飽 那這款唇膏最近在韓國好像造成大搶購 原因就是韓劇雲化的月光 從女主角金玉珍使用的是這個系列唇膏的3號那個顏色 普保健很可愛 那我買的顏色是6號這個顏色 因為我逛了很多個賣場發現 3號永遠都是呈現缺貨的狀態 3號它的外層是屬於比較煙燻粉紅色的感覺 那內層是比較深的紅色 不過都買不到 那我買的這個顏色就是6號 那6號它是比較屬於蘋果紅的感覺 這款唇膏的特色就是它外圈是比較淺的顏色 那內圈是比較深的顏色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買的這款顏色比較深的關係 所以它擦起來那種雙色漸層感比較不明顯 那我覺得還好啦 我買這個6號的顏色我覺得它擦起來還蠻襯膚色 就是那種比較紅潤感的顏色 然後這款的妝感啊 它剛擦的時候那個光澤感會比較明顯 不過時間稍微長一點點 我覺得它會稍微變得有點微霧面的感覺 所以它的光澤我也蠻喜歡 那實色度我覺得也還可以 再來這款是Iopay的月時唇膏 那我的色號是5號 這支唇膏其實就是我在那個 我的專櫃愛用品裡面擦的那支唇膏 那它的顏色是這樣 它外圈像月亮那個形狀 是有點類似奶茶金色 那內圈才是那種深的酒紅色 那這支唇膏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本身唇色比較淺的關係 所以我比較襯不出這種奶茶色 就比較接近膚色這種效果 所以我擦完之後會覺得好像外層的唇型有點消失的感覺 就太融合皮膚了 所以我覺得這支的配色會比較適合本身唇色比較深 或是本身唇色比較紅潤的人 你擦起來那個唇型效果就會比較好看 然後這支的配色本身就是屬於生前漸層對比 比較強烈的配色嘛 所以它擦起來那個雙色感我覺得還蠻明顯的 那它光澤我覺得也算是比較保濕潤澤的一款唇膏 那最後這款Expo的唇膏我的色號是PK001 PK001它是比較深一點的桃紅色 我覺得它蠻適合秋冬的 那這款唇膏的妝感也是屬於比較絲絨霧面的妝感 加上它的顏色還蠻薄的 所以我覺得它呈現出來的妝感真的是蠻細緻的 就這支連同粉底液然後刷具跟這支唇膏 都是我第一次買他們家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買下來 每一樣東西我都還蠻喜歡 就不管是妝感還是包裝上的質感 其實唇膏的質感也很好 你看 它是這種消光霧面的質感 然後它的蓋子這邊 有沒有聽 聽得到嗎 它也是這種磁吸式的設計 所以它拿起來是有一定的重量 但現在蠻沉的 所以手感還蠻好 就不管是使用起來的妝感還是包裝質感我都很喜歡 雖然說他們家的東西單價會稍微高一點點 不過我覺得算值得欸 那最後來分享一些保養護理的小東西 首先是這兩個 這個是阿力道的護唇膏跟唇膜 那我先分享護唇膏好了 這個護唇膏它是什麼薑糖成分 可是它沒有薑的味道 所以害怕薑的味道的朋友你們不用擔心 它聞起來比較像是那種檸檬草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它味道算是還蠻像的 不過我用完之後 我覺得它沒有帶給我什麼特別驚喜的感受 就是一般的護唇膏 所以我覺得不用特地去買這款護唇膏 就開價就有很多好用的護唇膏 那再來就是唇膜 唇膜的話呢 因為我也有藍芝的睡美人唇膜 那我覺得兩個比較起來 藍芝的睡美人唇膜敷完之後 嘴唇的那種水潤保濕感會比較明顯 然後這一款阿 我打開給你看 它有點像冠妝的護唇膏 然後它也是黏性比較高的那種膜 所以我覺得它的原理有點類似 先用一層蠟 把你的嘴唇封起來 然後防止你嘴唇水分流失 所以你隔天早上睡醒 你把那個唇膜洗掉之後 你的嘴唇 我不能夠說它乾 它還是嫩的 可是它就沒有像 藍芝的唇膜會幫你補水那種感覺 它比較像防止水分流失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如果比起來的話 藍芝的睡美人唇膜提供的那個 保濕潤澤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雖然說它們兩個價錢有差 但我覺得如果你的嘴唇有很極度乾燥 然後有比較嚴重死皮困擾的話 我覺得藍芝會提供比較好的保濕效果 那這款護手霜也是我跟刷具一起在Inis Freeman是買的 因為它們那邊可以試用嘛 就一整排的護手霜 都可以去我們看看那個味道你喜不喜歡 那我買的這個味道是枝子花的味道 它的味道 我有點難形容耶 但是我覺得就是清新淡雅的味道 是一個很耐聞 然後味起來很乾淨舒服的味道 就不會太過黏膩 那它們家護手霜我覺得 它的吸收度度算是蠻好 就你擦完之後 你不會覺得你的手一直殘留 那種油油綿綿的感覺 但是你的手也不會一下就變得乾乾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以這個價位的護手霜來說 它們家的護手霜 提供的滋潤度效果還不錯 最後這款卸唇精華 我真的要推薦給愛擦唇彩的你們 我前幾天分享那個 YSL的唇釉式色影片的時候 有網友直接留言說 它覺得很難卸 老實說不只它們家的不太好卸 其實有很多實色唇彩 你會覺得你用一般的眼唇卸妝液 好像都卸不乾淨 就嘴唇還是會殘留一點晃晃的感覺 這個問題其實我也有遇到 然後我也在煩惱 就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要常常去試這些彩妝 所以我也要花更多時間在卸妝上面 那我那天去逛A2House的時候 我就發現這一支 它號稱在實色唇彩要做卸得掉 那我現在就想說直接時間給你們看 我手上這個就是那個YSL的唇彩 我現在已經擦上去一陣子 我先把它擦掉 它會擦掉之後 它會這樣子印在上面 那如果你用眼唇卸妝液卸掉的話 它還是會殘留一點點黃色在皮膚上面 我那天就是拍完那個試色影片的時候 我的手臂內側其實是還有殘留那個刷色的色塊 我就想說那就實驗看看好了 我就直接把這個卸唇精華緊在上面 它就是這種透明的凝膠狀質地 然後你就直接這樣子卸 你看它那個唇彩其實一下子就被它融化了 那再用衛生紙把它擦掉 那如果你覺得還沒有卸得很乾淨的話 就多卸一點吧 我覺得這款卸唇精華 它的那個卸妝力是真的還不錯 因為我覺得最近有越來越多那種 號稱齒色的唇彩 但我覺得齒色唇彩它的優點就是 你不用一直去補妝 但是相對的你也要花比較多時間在卸妝上面 那如果說你覺得你用到齒色唇彩 用一般的眼唇卸妝液真的不太好卸掉的話 那就是可以試看看這種 專門針對齒色唇彩的卸唇精華 這個真的很好用 我等一下再去補貨 因為我覺得 現在愛擦唇彩的人真的越來越多 那相對的 你在卸妝上面真的也要多花一點心思 好那以上就是我近期韓系美妝戰利品的分享 就是這一大盒裡面 剛剛通通都分享給你們了 那因為東西真的有點多 加上影片時間限制的問題 所以我沒有辦法每一樣都很仔細的試用給你們看 就之後如果也要拍其他的妝容 我可能就會再從這邊挑一些東西 再試用給你們看 那如果說你們有特別想要看哪一樣東西的心得 也可以留言跟我講 好不好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希望你們喜歡囉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 掰掰